看片之前記得訂閱魚一YouTube 有你們的支持,我們才能走得更遠 今天拿著這個觀眾票選最佳的名字 觀眾票選獎 很重 而且是今天的獎,多謝觀眾去投票拿這個獎回來 當時我們坐在桌上,宣佈賽果原來是導演 我們桌上有好幾個人哭,大家都很感動 那你有沒有哭? 我就沒有那麼激動 你有沒有進戲院見觀眾? 有,我們去了一場 我也去了一場 很熱情 我記得我們去那場是IMAX,是新的戲院 疫情那一陣戲,400個位 我記得進去,看到很多眼罰女光的觀眾 大家都很感動 其實台灣那邊的觀眾都是很熱情 其實真的很多觀眾特意留下來 還有一些香港市民特意飛去那裡 我特意看連續日記在台灣 還有有時候,因為我們住在酒店 有時候有些人特意在酒店等我們 然後跟我們拍照,很熱情 對,在大堂那裡 對,對 暫時在香港可以的 發展事業還是學業? 呃,不太好 你也有去見觀眾的時候,你也有說 嗯,也有的 嗯,也有的 對,不過也不太好 普通話 對 回到你打算叫酒店 是嗎? 加多一個課門 是嗎? 本身有一個課門 是嗎? 做這個去玩 或者你再玩 呃,其實也沒什麼時間去玩 一來到就馬上要去預備 然後有一個吃飯 因為我們來到那時已經夜晚了 就是有一個很夜的吃東西 那些食物很好吃 那個燕梅 那個燕梅 那是燕梅 為何我說這些食物? 沒事 小野有沒有事務? 小野有沒有事務? 我事務因為我是快閃的 我是在那裡逗留兩天一夜 那我就 我沒試過去台灣 一毫子都沒有用過 因為根本一睡醒就上車 下地做訪問 影后做訪問 然後搞定了 就直接載我去機場 那我去機場的時候 跟我的Uber司機真的聊天 他說 你來做什麼? 然後我才說 我們是演戲的 然後跟他宣傳 就說我們12月8日 台灣我們上話了 你輸的 然後他就說 我爸爸也是12月8日生日 就等我打電話給他看 他就說 認識了一個司機朋友 是的 那在台灣放影的時候 有沒有跟公眾FREHEAD 有時香港有台灣的嗎? 那時候 那時候 大家都沒有那麼感觸 應該 是的 那時候時間太緊密了 是的 因為那裏真的很多人 有很多簽名 有很多拍照 很熱情 台灣這個女生很熱情的 會不會想著 認識台灣女生女生 不要說這些 不要說這些 媽媽在這裡不方便說嗎?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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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兩個戲中 戲裡面是沒有得交流的嗎? 一場 最後一場 是的 最後一場 對望 對白都沒有 但我們經常見的 在片場 因為只有我開的時候 他又來探我 只有他開的時候 我又去探他 所以我們的感情都不錯 是的 感情 你要知道他們 對方的果實 是的 問副導演拿通告 喂 你們屋景是哪幾天 這樣 有空就過去看 因為都重要的 童年那間屋是怎樣 小時候被人打 是怎樣打法的 打臀部還是打腳 我覺得都重要的 你打那場戲 你刻意這樣嗎? 我去看 我這裡 我記得導演 經常哭 是的 每天都哭 其實我們全部人 最擔心就是導演 因為 其實有時候導演 或者其他crew 可能crew哥哥 都會無緣 可能拍完那場 無緣無故走了 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他經歷了什麼 哭 可能就是哭 是的 到最後我們問 今天導演哭了沒有? 哈哈 你有沒有哭? 我們 呃 我當然有哭 我每一場都要哭 我們差不多每天都要哭 總有些體情 看回戲的時候 有沒有哭? 看回戲的時候 都有哭的 我看了差不多六次 好像都有五次有哭 哇 六次 差不多 我看了三次 我三次都有哭 劇院看了三次 那老闆仔 有沒有對這個小孩 怎樣 演藝 你覺得怎樣 呃 我又不敢去批評別人 又不會說他很厲害 我沒有這個能力 但我會看到很感動 真的 很多場戲 你的眼睛 其實 因為他的眼睛很有趣 你看到他好像看穿了很多時間 對 你們兩個會不會有不同的關係 對 對 有什麼關係 選什麼關係 你們覺得 我當你爸爸可以嗎 還是你當我爸爸 你們覺得我跟他可以做什麼角色 對 你自己想 你想 你想 嗯 拍檔打結 哈哈 好啊 很搞笑的戲劇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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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對 你帶著我 哈哈 到時我是大哥 那些很搞笑的 你是大哥 哈哈 因為你說你想拍檔劇 是啊 是啊 就是 因為開心點 是啊 還有可以帶給別人歡笑 是否覺得之前哭得太多 真的沒有你劇集或電影都 雖然回國有哭 是 因為我好像曾經拍了一個微電影 就是哭 是怎樣的 很多導演之後呢 看到我哭得很好 我知道網路是對 連續日記又找了我哭 不過都 很好 不過現在就想繼續拍戲 啊 都可以繼續試一下喜劇 拍拍照照片 對 拍照照片 那些觀眾會覺得就會很大分別 那些觀眾會覺得 你不知道表情越來越好 那你要不要改變 都會的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說過 只要我們去努力借票 就會有人去看 我們都會繼續努力借票 那其他地方使用會否都會去其他國家地方宣傳 再看安排,現在英國正在上 但其他人再等安排 是 好,謝謝 謝謝 最近,我那班有個學生寫了封遺書 想自殺 其實可能這件事沒有大家想得那麼絕望 沒有大家想得那麼絕望 我未必能幫到你,但我會陪著你 他寫的其中一句說話 令我想起很多小時候發生的事 對不起 下次我要聽到你彈完整首 那不是每個人都要跟弟弟一樣的 我想跟弟弟一樣 站住 看漫畫? 看啊 記住,這家屋所有東西都是我賣的 我跟弟弟說,叫他帶你一起去旅行 現在沒有啦 你現在留在這裡好好的溫暑 哪裡都不能去 人和人之間是沒有永遠 因為大家始終都會走 我寧願以後都自己一個人生活 都不想再見到身邊的人離開 直至遇到你 啊 哎呀 啊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